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专程飞到英国参加G7外长会议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 G7国家外长首度有机会面对面坐下来谈 要谈什么 关键字就是中国大陆、俄罗斯和伊朗 美英两国前一天会谈后召开联合记者会 布林肯强调终极目标并非压制中国 而是要维持国际秩序 位于欧洲的最佳盟友英国口径一致 英国在会议中重提要中国大陆履行中英联合声明里 对香港的承诺 还提到了新疆人权都是往中国痛迭踩 不止英国发声 提前抵达的布林肯也是有任务在身 分别和南韩日本外长进行双边会议 连友抗中的态势相当明显 事实上在这一次G7会议上参与的不止七大工业国 还特别邀请了印度、南韩、澳洲外长 以及东协伦治国主席汶莱 东协秘书长林玉辉出席 甚至连南非也接到了邀请函 谈的包括大陆和俄罗斯造成的挑战 北韩、伊朗核武问题 还有全球疫情 这让过去聚焦经贸的G7 议题已经扩及到政治和军事领域 布林肯联合英国高举国际秩序大旗 这场G7外长峰会也被视为是为下个月的G7领袖峰会铺路 大陆这一方话是说的很三 他进一步体现出拜登政府拉帮结派 全欧包括俄罗斯在内一些国家的具体的政策 所以拉帮结派呢 也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呢 具体的对外政策之一 而布林肯在结束G7伦敦行之后 还要转往乌克兰 明显就是要谈俄乌边界争端 出发前先给个下马威 但是美俄在4月互相祭出制裁 又各自驱逐两国外交官 关系是降到了冰点 布林肯这一次先抛出美国诉求 俄罗斯恐怕还是只会一读不回 TVBS新闻总和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